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毛泽东在沁元春雪中的千古名句 1936年2月 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东渡黄河开赴抗日前线 面对着白雪覆盖的黄土高原 遥想着日寇铁蹄蹂躏下的破碎山河 毛泽东提笔写出了 往长城内外围鱼茫茫 大河上下顿诗抛抛 山无银蛇圆池辣象 玉与天宫势笔高的诗句 您听听 玉与天宫势笔高 这是怎样的气势 这是诗人对中国茫茫山岳的赞颂 更是为人敢叫日月唤星天的那 从那以后呢 中国共产党领导着全国人民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万里河山终于重新焕发出了生机与活力 神州大地又一次雨过天晴 春暖花开 这正映了沁元春雪中的虚晴日 看红庄宿果 愤外妖娆的名剧 江山带有才人处 从1949年10月1日到今天 66年的时光弹池一挥间 数不尽的风流人物 在中国这片辽阔的热土上 实现着自己的报复 说到我们伟大的祖国 人们常用万里江山来形容 万里江山万里长 从东北的长白山 到海南的五指山 从浙江的燕荡山到西北的昆联山 从青藏高原的喜马拉雅山 到北江边境的阿尔泰山 山脉构成了中国这条巨龙的骨架 也流淌出了无数孕育灿烂文明的江河 要了解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 就不能不提到我们中国的山 横空出世 满昆仑 越近人间春色 昆仑山 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 跨越了中国的新疆 西藏 青海 四川 绵延2500千米 是亚洲中部最大的山系之一 秦岭 位于1600千米 向关中平原和四川盆地分隔开来 李白曾用 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黄鹤之飞尚不得过 元老玉渡 愁攀圆 来形容秦岭山市的险峻 昆仑山与秦岭 宛如华夏版图这个巨人的脊梁 自西向东横贯中国 被称为中国的中央山系 在昆仑秦岭一门 喜马拉雅山以磅礴的气概 成为了世界的污籍 珠穆朗马 南加巴瓦 西夏邦马 一座座雪山 不仅仅体现着地球的高度 更彰显着人类不懈攀登的勇气 在昆仑山以北 天山是世界七大山系之一 也是地球上距离海洋最远的山系 在天山两侧 到处是碧草阴阴的牧场 和瓜果飘香的绿洲 天山南北的两大盆地 是中国矿产资源最为富极的区域 昆仑秦岭 喜马拉雅 天山 阴山 这三条山系 虽然纬度不同 景色各异 但是您注意到 它们一个共同点了吗 您看这个地图 它们都是 自西向东 横贯大路的山系 这三条山系 其实是与一次 剧烈的地质运动有关的 那就是喜马拉雅运动 那是地球历史上 最新的一个地质时代 印度洋板块 俯冲到了中国所在的 欧亚板块的下面 两个板块的剧烈碰撞 不仅造就了世界屋脊 青藏高原 而且形成了这一系列 东西走向的山脉雏形 这三条东西走向的山系 从中国向西 一直延伸到了中亚 它们不仅仅是中国的脊梁 更是整个亚洲 最重要的股价 但是我们国家的山脉格局 可绝不仅仅是这么简单 有人说 中国是世界上 山脉走向最复杂的国度 之所以说复杂 是因为在中国的大型山系中 不仅有东西走向的这三大山系 更有四道完全不同的南北走向的山系 您看这个图 台湾山脉 长白山 往夷山一线 大兴安岭 太航山 巫山一线 横断山一线 这些都是近乎南北走向的山系 它们的形成呢 主要是因为更早的时候 太平洋板块向西 与欧亚板块反复碰撞的结果 所以有的地理学家就说了 要全面认识中国的版图 首先你得知道这四纵三横的山系格局 中国的陆地疆域啊 百分之六十多 都是山地和高原为主的地貌 而正因为有了这些纵横交错的山系 中国才有了属不胜属的名山大川 山可以说成为了 炎黄子孙对华夏神州 最无可替代的情感纽带 横探成岭 侧成峰 远近高低各不同 这是古人对于山形变化的描述 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 是古人对山居生活的向往 山雨欲来风满楼 是人们对山中多变气候的直观体验 而今日长鹰在首 何时附驻苍龙抒发的 则是人们改天换地的勇气和决心 重重重自画 须躯如平 远山长 云山乱 小山清 山不仅给予了华夏儿女无尽的资源 也塑造了民族的性格 承载着民族的精神 在中国的上古神话里 有一个贡公投撞不周山的故事 相传不周山位于昆仑山脉的西北 这是一根上顶着天空下立于大地的晴天柱 结果让贡公一下把这晴天柱 把这不周山给撞倒了 这条头啊 天塌 哎呀 直到后来女妈出现 用五太石把天空修补完整 人们才又过上了风调雨顺的好日子 现在咱们都知道 其实天与地不可能靠一座山来支撑 但是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 说明了中国古人对山的崇拜 人们认为啊 山能顶天立地 山也因此受到了人们的尊崇与膜拜 那么中国的山峰千千万 那么多的山哪一座才是众山之尊呢 那就得说是传说中中华民族的始祖 宣元皇帝他老人家举行风扇大典 正式宣布华夏统一的地方了 泰山 泰山位于山东省中部 塔东西长约二百千米 南北宽约五十千米 总面积四百二十六平方千米 泰山的最高峰玉皇顶 海拔高度只有一千五百四十五米 尽管泰山的高度在中国的山脉家族中并不算高 但是由于其陡然矗立于平原之上 所以显得格外与众不同 气势非凡 两千多年前 孔子登上泰山峰顶 向下急目远眺 发现似乎能将天与地尽收眼底 一千多年前 陆府遥望泰山 也写下了会当灵觉顶 一览众山小的千古家具 泰山的风光 素以壮丽著称一世 高大厚重的山体 从古至今 赢得了天下第一山的美誉 这是泰山的南天门 塔威严高耸 双风佳致 仿佛天门自开 玉皇顶又名天柱峰 塔雄存磅礴的景象 让人感叹五月独尊的气质 泰山的每一座山峰 每一片景物 都仿佛再展示着 高旷宏大 安稳厚重的威仪 山岳危和 俯瞰历史的沧桑 江山如画 郁郁灿烂的文明 柯教频道 国庆期间隆重推出 特别节目 江山多交正在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到这个泰山 我想不见得人人都去过 但是泰山两个字 却是每个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 因为在汉语当中 关于泰山的词 那可是多了去了 比如形容一个人沉稳 我们会用稳如泰山 形容遭到巨大的压力 我们会说泰山压顶 要说一个人登峰造极 受人敬仰 我们常用泰山北斗来形容 说这个人见识少不懂事 人们常会说你有眼不识泰山 对了 管老岳父一般都叫老泰山吧 还有什么青鱼红毛重鱼泰山 那是多了去了 总之泰山给人的印象 一是大 二是稳 是坚强的依靠 这些都是泰山特殊的山形地貌 给人带来的心理感受 那么泰山究竟为什么能够呈现出 这样独特的形态呢 他又为什么会在奇鲁大地 广袤的平原中间拔地而起呢 张建平 判断 这片岩墙就是构成泰山的主体岩石 张建平说 泰山的主体岩石是一种特殊的花岗岩 因为在泰山的奥来风上遍布 所以得名奥来山岩石 这种岩石中 百分之九十的成分都是坚硬的长石和石英 所以奥来山岩石十分坚硬不易风化 这是泰山能够历经千万年风雨波时 而依旧威额耸立的重要原因 然而接下来的发现 却让张建平教授感到有些难以置信 大概形成在寄今二十五亿年 眼前的岩石竟然形成于二十五亿年前 这样的推断让许多人感到惊讶 经历了二十五亿年的时光 山体居然能相对完整地保留到了今天 这在全世界范围内 都是极为罕见的现象 为什么一座二十五亿年前的石头构成的山体 能让地质学家如此惊讶呢 在这儿呢 老陈要给您介绍一下 岩石学方面的知识了 咱们的地球啊 它的历史一共是四十六亿年 一开始这个地球啊 没有陆地也没有海洋 整个地表都是滚烫滚烫的 类似于岩浆一样的熔熔体 慢慢的地球开始冷却 坚硬的地壳呢 开始一点点的形成 到了距今二十五亿年前的时候 原始的地壳就基本形成了 那些构成原始地壳的岩石啊 由于时间太久远了 现在已经基本不复存在 所以好多研究地质历史的科学家 要想寻找到一块二十五亿年前的石头 那往往要形变千山万水 可是您看啊 让张建平教授喜出望外的是 泰山上就有二十五亿年前形成的岩石 而且还不是灵星分布的几块 而是漫山遍野的巨大岩脉 这么珍贵的岩石标本 为什么会成为泰山的主体 它又为什么能经历二十五亿年 还微额矗立呢 花岗岩是一种由岩浆在地表之下 冷却形成的岩石 它虽然相对坚硬 无意风化 但是和所有的岩石一样 在长时间的风吹 日晒雨淋之后 仍然会一点点破碎 专家告诉我们 著名的埃及大金字塔 其主体结构就是由花岗岩搭建而成的 但是在经历了不到五千年的风化作用后 大金字塔的表面 已经明显地出现了很多破损的地方 那么泰山的花岗岩 究竟有何各疏之处 以至于在二十五亿年的时光之后 依旧高耸入云 俯瞰着奇鲁大地呢 在收集了大量泰山的岩石样本后 陆教授惊讶地发现 泰山上的岩石之所以能够长久保存至今 是因为经历了一个长达二十四亿多年的保鲜期 泰山在四千万年以后农舜的速度最快 但是开始农舜的时候是六千万年以前 那么开始农舜的速度最快的时间是四千万年左右 原来在仔细研究了华北地区的地质运动规律后 陆教授发现 形成泰山的这块巨大的花岗岩脉 从二十五亿年前形成后 一直深深地埋藏在地下 直到大约六千万年至四千万年前 太平洋板块与欧亚板块 发生了一系列剧烈的碰撞 巨大的力量 使这块深埋地下的远古掩体出路地匿 从那时起 泰山才开始接受大自然的风雨侵蚀 逐渐形成了山峰 沟谷 绝壁和岐石 您看 这号称五月独尊的泰山 不仅拥有灿烂的文化 而且还有着这么独特的科学价值 庄严神圣的泰山 其山中的人文杰作 与自然景观完美和谐地融合在一起 一直是中国学者的精神源泉 这是198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送给泰山的评语 泰山可以说不仅是世界级的文化遗产 还是世界自然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在中国泰山只是五月中的一座 还有四座和泰山齐名的山 它们都在哪呢 它们为什么会被人合称为五月呢 如果在中国的版图里 整体看这个五月 您猜怎么着 那种感触绝对让人意想不到 从空中覆盖 五月威然矗立在中国东部辽阔的版图上 如果以中越松山为基点 把东西方向连成一条线 跨山 松山 泰山连成的这条线 基本位于北纬34多 如果再连一条直线 那么北越 中越和南越 也完全处在东京113度附近的直线上 这两条线构成了十字形 在没有任何现代化测绘工具的中国古代 五月竟然呈现出如此富有深意的格局 让许多人惊叹不已 东越 再出去就到大海了 北越往北 就到了草原 是吧 那么西越呢 再往西去了之后 那直接就到了这个像过去的这个新疆再往西的这个突厥地带 是不是 那包括南越的恒山向南 在古代的时候 恒乡以南 岭南地区实际上属于化外之一 五月所涵盖的范围 包括陕西 山西 河南 山东 湖南几个省份 分别属于黄河中下游和唐江中下游流 是过去帝王们能够统治的范围 因此 古越的确立是中国古代大义统思想在地理上的体现 西越华山 从古至今已显明阳天下 号称天下第一显山 它地处陕西省华英市庄内 最高峰南峰 海阀2154米 这是五月中最高的山峰 传说唐代文人韩玉 登至华山苍隆岭时 被险绝的山势和万丈深渊所震慑 他担心自己此行凶多吉少 无奈之下写旧遗书扔下山剑 韩玉头书虽是千古笑谈 但却也证明了华山险绝天下的特征 华山之所以险峻异常 是因为它的山体是由一整块花钢岩 在较短的时间里经过剧烈的抬升挤压和崩擦 形成了众多垂直高差数百米 坡渡大于75度的绝壁 这种山体景观 在全世界都十分罕见 恒山人称南岳 南起恒阳北至长沙 绵延四百千米 俗称八百里恒山 由于地处长江流域 湘江在山下蜿蜒流淌 大量的水汽聚集在山峰之间 因此八百里恒山气候温润 云海翻腾 层层白云 时而如清歌漫舞 时而似万马奔腾 由于其山林走向 行如大鹏 云木缭绕 好似天宫 因此恒山七十二峰 拥有了振翅翱翔翔如飞的赞誉 丰沛的水汽 也使得恒山出现了 种类丰富的植物群落 和遮天蔽玉的原始分离 四季长玉 终灵玉秀的南岳 因而得到了五岳独秀的美称 北越恒山 东起太行 西日旅梁 跨越河北和山西梁省 古人曾用 得恒山者得天下 来描述它 对于中原版国的军事意义 在中国古代 恒山一直是国家中原地区的北方边界 也是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天然分界线 历史学家分析 恒山之所以称为北越 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它所处的地理位置 具有战略价值 有人把恒山比喻为中原门户 华北索越 对于关内的农耕民族 恒山是一把锁 凭借恶塞空边的天险 可以阻挡游牧民族进入关中 而对于关外的游牧民族 恒山则是一把钥匙 打开恒山的大门 就可以进入中原 占据平坦而又肥沃的万青良田 嵩山五月之中月 它位于河南省登峰市西北 属于中国古代黄河流域 政治文化的中心地带 嵩山不仅是少林武术的发源地 同时嵩山更是世界级的地质自然保护 宋山完整清晰地保存着地球形成的早期阶段 沿江活动形成的岩石 发生在距今23亿年 18亿年和5.7亿年的三次构造运动的遗迹 也在嵩山连续完整地保留至今 很多国际地质学家到嵩山考察后十分震惊 因为在400多平方千米范围内 找到近41年来地球演变的轨迹 这样的山脉 即便是整个地球也趋至可数 宋山见证了地球沧海桑田的演化历史 是中国最古老的山脉之一 集五岳于一身揽天下之美景 黄山缘何成为天下奇山 特别节目江山多礁正在播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看 东越泰山 西越华山 南越恒山 中越松山和北越恒山 这五座山在古人看来 他们不仅仅是地理上的山脉 他们一度都成为了华夏神州的代名词了 从皇帝到秦始皇 从汉武帝到武则天 这些人都到五岳举行过风扇大典 都把五岳看作是万里江山里最重要的地方 五岳有了这么神圣而尊贵的地位 中国其他的名山大川 谁还能和他们相提并论呢 今天我们从地质学的角度去研究五岳 就会发现一些很有意思的事情 您看现在我这有一块什么 这是石头 您能看得出这是什么石头吗 我告诉你 这是一块花岗岩 在刚才的节目里我们也说了 五岳之中啊 泰山华山都是这种石头构成的 其实南岳的恒山 中岳的松山也有大面积的花岗岩 五岳里啊 只有北岳恒山和它的关系不那么密切 为什么五座大山有四座都跟花岗岩有关呢 其实在我们国家由花岗岩构成的明山大山仙山 那是数也数不过来 最有名的就是下面的这座 号称是一座山即便五岳精华所在 这就是黄山 黄山位于安徽省南部 相传中华人文始祖皇帝在此修道成仙 所以被人命名为黄山 在这座东西长约三十千米 南北宽约四十千米的山中 到处是其风一时构成的世界 被世人誉为天下第一奇山 人们常说五岳归来不看山 黄山归来不看岳 这是因为黄山不仅有着泰山的厚重 跨山的险诀 横山的灵秀 还有松山的高耸 横山的连绵 黄山的数百座山峰 或雄伟险峻 或玲珑峻 或直指云霄 或提风争容 地质学家考察后发现 构成黄山的岩石 竟然与泰山 华山一样 都是花岗岩 在这里 因为千万年持续不断的 寒冬风化和流水切割作用 形成了众多顶部尖锐 棱角鲜明 而伶俐成群的尖峰 尖峰与尖峰之间 形成了陡峻幽深的峡谷 这种神奇的景象 被地质学家称为 花岗岩风铭地貌景观 然而 在苏东坡看来 黄山的景观 并非天下第一 在翻越了江西上饶的 一座大山之后 他写下了 《揽圣遍武岳 绝景在三清》的诗句 在苏世看来 三清山 才是他心目中最美的山峰 三清山 位于我国江西省上寮市东北 这里与黄山一样 其风怪石林立 深谷幽和密布 这座垂直高度达到 130米的巨型石柱 是三清山最具代表性的景观 他突兀地出现在 海拔约1200米的山谷中 更为不可思议的是 在三清山 近30平方千米的 核心区域内 竟然遍布着 造型奇绝的风石 近千座 特别是一些象形山石 形态唯妙唯孝 栩栩如生 这是一名老道 静坐在山顶 这座山 犹如一名短发的少女 尽显端庄秀雅的气质 独特的山水风光 从古至今 都成为了中国文人雅士 争相描摹抒发的对象 科学家研究发现 三清山这些奇幻的山峰 依旧是由花岗岩构成 这些花岗岩 在受到强烈地质挤压后 产生了各个方向的 多组结理 后来 大自然的风雨 沿着立方体的结理面 不断侵蚀打磨 最终形成了这些 形态圆润 又栩栩如生的 花岗岩象形石景观 在中国 花岗岩山峰 形成了名山仙山 数不胜数 劳山 号称中国海上第一仙山 科学家称其为 玄尺状 灵脊型花岗岩地骂 李白眼中 云霞鸣灭 祸可堵的 泰姆山 科学研究发现 是属于典型的 花岗岩石柱景观 在内蒙古 克什克腾 寒动风化 兵批作用形成的 花岗岩石林景观 世界罕见 在福建平潭 花岗岩海石景观 成为了科学家 判断海岸升降运动的 重要物证 在中国 花岗岩的地理分布 遍及全国 从地质构造角度看 花岗岩遍及 所有的造山带 中国是世界上 拥有花岗岩景区 最多的国家 中国的花岗岩山峰 不仅类型多样 景观丰富 而且美学观赏价值 也在全世界首屈一指 节目看到这儿 您可能已经发现了 咱们中国的这些 名山大川 和花岗岩有关系的 还真是不少 其实不光是中国 放眼全世界 花岗岩到了哪里 哪里就能成为 那块大陆的骨架 比如说 美洲的洛基山脉 还有安地斯山脉 另外还有欧洲的 阿尔卑斯山脉 都有大量的花岗岩存在 有人说 如果山脉是大陆的骨架 那么花岗岩 就是这个骨架当中 最坚硬的钙质 如果没有这些坚硬的 花岗岩大陆的骨架 就可能在风吹日晒 冰霜雨雪的侵蚀下 变得又矮又低了 咱们中国呀 是花岗岩资源 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这么多的山里 都分布着花岗岩资源 可能您该问了 说这么半天 花岗岩到底能跟咱们普通人 有什么关系 给咱们带来什么呢 这老陈我得给您 好好的说说了 在号称海上第一仙山的青岛牢山 那个地方的瓜果呀 茶叶呀 和其他地方相比 都特别的香甜甘蠢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牢山一带的土壤 都是由花岗岩风化后形成的 花岗岩本身呢 都含有甲呀 钠呀 锡等元素 而这些元素的增加 造就了牢山一带肥沃的土壤 还有就是福建的泉州 这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在那儿有这么一座 保存了六百多年的石头古城 宠物 您看啊 这个大墙上的这些大坑 这都是当年倭寇用炮轰出来的弹痕 这座坚固的城池 也是用一块块花岗岩修器搭建的 生活在城里的惠安女 也依靠这种坚硬致密 又适宜雕刻的石头 发展出了独具东方特色的石雕文化 花岗岩能够风化出肥沃的土壤 能修建成坚固的城池和房屋 还能给人带来壮丽无比的风景 而老陈我要跟您说的是啊 在花岗岩形成的大山里 有时候呢 你还能碰到一般人做梦都想不到的 发财的机会 福牛山位于河南省西南部 塔东西绵延超过400千米 南北宽约50千米 是一座由花岗岩为主体的大型山脉 就在福牛山北路的一条山沟中 一个普通农民在不经意间的发现 让这座山变得更加神秘和传奇 祖祖辈辈生活在福牛山区的农民张湛奎 平时长道山中的溪流河道旁打草捕鱼 补贴家用 那一天 他和以往一样 在浅浅的河滩上行进 突然 水底的淤泥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反射着异样的光芒 老张弯下腰去 将那块东西捞了出来 这一块拳头大小 颜色明黄 十分沉重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呢 当老张将这块形似黄金的东西 送到当地政府后 鉴定的结果 让大家感到十分意外 这是一块橙色很好 分量很重的黄金 经过权威专家检测 这是一块极其罕见的天然黄金块体 被百姓通俗地称为构头金 构头金多发现于西藏 青海 云南等地质作用十分强烈的高山峡谷之中 一般而言 常见的构头金 重量只有几克 纯度只有30%至60% 而在福牛山中发现的这块构头金 重量达到了964.5克 纯度更是高达93% 是名副其实的构头金王 如此巨大的构头金王 引起了许多人的好奇 那么在河南省西南部的福牛山区 为什么会出产这种天然黄金 这座由花岗岩构成的山脉 又到底还蕴藏着多少稀有的矿产呢 他们历经亿万年的缓慢堆积 伟大帝保存着远古的信息 塑造了怎样的奇幻美景 江山多礁第二集 地理中国下期播出 中央电视台科教频道 探索发现栏目 每天22点播出 为了破解这些自然谜题 河南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的专家 来到福牛山进行深入的科学考察 冒着山间的浓雾 科考队向福牛山的山顶摸索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 突然之间原本遮天蔽日的浓雾 竟然随着一阵山峰 在一瞬间彻底散去 这时科考队发现 这时科考队发现 眼前的一片山峰显现出十分奇幻的形态 在群山包围之下 这片山岭如柱如灵如塔如棒 拔地而起 群风静秀 这样的景观 让见多识广的地质专家 也不得不由衷地赞叹 这大自然的鬼斧神功 黄山之旗 华山之险 泰山之雄 在这里一览无遇 向导告诉我们 这里就是相传老子曾经修炼归隐的地方 这些山峰正是老子成仙之后 点化形成的奇风一诗 而老君山的秀美的风鸣居上 竟然修建着几座金碧辉煌的庙宇 这里就是老君山的金碧 张天忆开始对老君山风鸣的 延时性质进行初步的推断 这是这里边的矿物 主要是发红的 甲长石就喊甲 比较高的一种矿物 然后这个白的 有点半透明的 就是湿蝇 然后这些黑色的 是黑蜜膜 所以这个花岗岩的颜色定名的 叫甲长黑蜜膜花岗岩 原来老君山奇幻秀美的风鸣 都是由含甲量很高的花岗岩构成的 专家说 花岗岩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岩石 它是地下岩浆 由于地质作用上涌之后 在地表以下冷却形成的岩石 在这种岩石中 很可能携带着岩浆上涌时 带来的地球深处的贵金属矿物 浮牛山的花岗岩层 厚度超过一千米 面积达到数十平方千米 在规模如此巨大的岩层之中 很有可能蕴藏着 储量惊人的神奇矿物 当课考队来到 海拔2200米的老君山山顶 观察整体山形时 专家突然发现 老君山的花岗岩枫林 十分奇异 很多山峰的外形 与中国的典型花岗岩枫林 有着很大的区别 花岗岩是一种禽如体 它应该是一种缝林的 直直地这么上去 这个地方也是非常特殊 它好像是一种倾斜的 专家告诉我们 花岗岩形态的蜂林地貌 本应该像黄山华山一样 比直陡峭 直插云霄 但是老君山的花岗岩 却奇异地呈现出了倾斜的形态 这是其他花岗岩枫林地貌 或没有的特殊现象 仔细观察后 专家发现 所有的山峰都从东北 向西南方向弯曲 这样的形态 意味着这座大山 很可能曾经受到过某种神秘力量的挤压 张天义说 扶牛山脉中的老君山峰林 在地质上被称为 推富滑脱 滑塌峰林 它是在西北方强烈的地质作用力推动下 坚硬的花岗岩石被挤压变形 崩塌滑动后 形成了极为罕见的地质景观 而这种岩石构成的山体 很有可能蕴藏着某些稀有的矿藏 花岗岩它是一种 对橙矿作用影响非常大的一种地质现象 岩浆在运移的过程中 为这个橙矿作用 带来一个橙矿流体 它是找矿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标志 张天义教授在扶牛山的北侧继续搜寻 不久 大家进入了一片相对开阔的河谷地带 这条河谷的两侧也都是坚硬的花岗岩 但是这里的岩石竟然和老君山顶有几分类似之处 很多弯曲的褶皱固满了岩体 这说明这些岩石也一定承受过巨大的地质挤压 张教授告诉我们 这个河谷所在的地方 是一条地质学上十分著名的大型断裂 这个地方就是咱们一条非常地质 河南地质界非常著名的一条山大断裂 就叫蓝川断裂 这条断裂是一个切销断裂 就是断裂的深度已经把地壳给切穿了 叫切销断裂 张天义告诉我们 这条以蓝川命名的深大断裂 位于扶牛山北路 当大量的花岗岩隆起形成扶牛山主体的时候 这条切穿地壳的断裂也同时形成 蓝川断裂与扶牛山 就像是相伴而生的蓝生兄弟 找到了这条意义非凡的断裂带 张天义说 真正的矿藏腹极区 应该就在不远的地方 专家向我们解释说 说在蓝川断裂以南 那是扶牛山的主体 那些地方遍布着高大的花岗岩的山峰 但是如果我们到了蓝川断裂以北去看看 那里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很可能在某个不起眼的角落 就蕴藏着珍贵的黄金宝藏 当然了 要想找到那些金子 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为什么呢 因为专家说了 确实这里曾经有人发现过 重达一千克左右的狗头金 这证明扶牛山里极有可能存在的大型金矿 但是黄金这种元素十分稀有 它在地壳表面的储量 只有铁矿的一千万分之一 如果轻轻松松 大家都能找到金子 那不人人都发财了吗 这话确实是有道理 那么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发现 黄金矿藏的蛛丝马迹呢 要说专家 人家就是专家 你这是山崇水赴遗物路 可是到了专家那儿 人家是柳暗花明又一村 专家说了 说要找金子不容易 但是要找地下矿藏的线索 那可是有迹可循的 靠沙组在扶牛山一带 展开了更大范围的科考 当大家来到一个叫做狮子庙的地方时 路边一块色彩斑斓的石头 吸引了专家的注意 原来这是一家当地的石材加工厂 几名工匠师傅 正在精心打磨着手中的石头 工匠师傅告诉记者 这些石头都是从附近的山里搬运回来的 去时被机器切割成薄片 然后经过打磨抛光 如梅花似星光的天然图案 便显现了出来 张天忆告诉我们 工人们正在加工的这些巨大的石块 是由于很多色彩斑斓的矿物 填充到了岩石内部 形成的这种当地有名的奇石 梅花石 张教授说 找到了这种奇异的梅花石 我们就已经发现了 扶牛山里十分重要的城矿母体 在这种岩石大量附近的地方 我们很可能找到黄金矿藏的线索 于是科考队立即按照老乡的指点 发现了一个当地人开采奇石留下的矿洞 当科考队继续向着洞寻深处 前进了数百米后 专家发现了一条条明黄色的矿带 这样的发现让专家感到十分兴奋 这些物质没有明显的结晶颗粒 但是却在手电光的照耀下散发着黄金独特的光泽 经过仔细的鉴别 张坚义教授推断 岩壁上所含有的矿物极有可能就是高品位黄金矿藏 听过仔细的科学考察 张坚义教授发现 在我们考察的狮子庙一带 拥有一条长度超过5000米 储量超过5吨的黄金矿物成矿带 当然尽管发现了这样的黄金矿藏 但是专家却告诉我们 山体岩石中的黄金矿石 含金量只有不到万分之一 一吨的岩石中 纯金的含量往往只有几克 那么这些含金量只有不到万分之一的岩石 与那块含金量超过93%的狗头金王 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呢 张天义在矿洞中考察后发现 这里位于山腹中央 洞壁上挂满晶莹的水珠 而山体岩石的裂系中 还聚集着大量的地下水 这些地下水的存在 是洞内的金元素 能够被搬运到溪流中的重要因素 它可以把这个岩石里面这个金 金元素就是溶解掉一部分 然后就带出这个山体到河 到了小河里边 小河里边呢 这个水慢慢地 它就这个 就里面的金元素 因为它重嘛 慢慢就沉积下来 原来 大量的地下水顺着山体的裂系 进入到富含黄金矿藏的矿层中 水流裹挟着矿层中的金元素 更加惨件 一块狗头金的形成 往往需要数万年 乃至数十万年的时光 所以我们今天很难再在同一个地点 发现狗头金的身影 但是只要地理条件不发生大的改变 再过若干年 在同样的河床上 也许还会形成同样品质的天然黄金块体 张天义最后告诉我们 从雪域高原的昆仑山 到北疆溢渝的阿尔泰山 从中国的中央山系的秦岭 到东北地区的大小兴安岭 凡是富极花岗岩的崇山峻岭 都是华夏大地矿产资源最为丰富的地方 花岗岩 这种由地下岩浆转化而成的磐石 不仅造就了绝美壮过的自然风光 更为中国的未来储存着无尽的宝藏 花岗岩这种在咱们中国分布最广的岩石 其实一直是我们最喜爱的食材之一 首先是它坚硬不易风化 于是被人赋予了坚强不趋于不畏风雨的品格 人们经常用它来铭记那些永垂不朽的丰功伟绩 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心石 就是一块取自深山的重达百吨的完整的花岗岩 江山多交 江山如此多交 为了这多交的江山 无数英雄儿女奋起抗争 前赴后继英勇牺牲的故事 都镌刻在了这座花岗岩的封碑之上 这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纪念碑 更是所有中国人心目当中一座永恒的封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